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讲到今天破纪录的讲到了六集 连第一句话都还没完全解释清楚 但是很无奈很可惜 我们今天非得把它讲完不可了 因为如果按照这个速度一句一句解下去 我们就大概得讲个半年 才能讲完整部《新经》到底说什么 但是大家千万不要以为就这六集节目 就能够把第一句话讲得清清楚楚 因为这第一句话里面包含的背后预设的各种的佛学的知识 各种复杂的东西都还太多太多 是我没办法在这穷尽的 而且呢 大家可以这么想啊 就是尽管我们只在这里谈了第一句话 但是第一句话已经很重要 你如果领略的到这第一句话的意思 你后面那些部分 我会给大家介绍一些好书 你沿着那些书 其他的注释 其他的比我有学问 有能力的多的高僧大德学者们的讲法 你也会看得明白 看得清楚的 那么还是让我们先回顾一下 之前我们讲的事情 我们上一集讲到五蕴皆空 我们说到观自在菩萨 当他行身般若般若蜜多的时候啊 能够召见五蕴皆空 我们上回说他眼神不对了 看什么东西都空了 那个感觉像什么 就有点像是 大家看过一部电影叫Matrix 《骇客帝国》 或者叫《黑客帝国》 那部电影里面 你记不记得奇诺里维斯 吉努里维斯 或者叫做Kino Reeves 当他达到了一个超凡的境界 救世主吗 他们是 他看出去 所有的东西 都是漂浮的一片一片的 立状的发光的东西 由于他看到这个世界是这样的 因此他都不怕对手了 怎么搞都行 为什么呢 那个就叫做他能召见五蕴皆空 所以有大神通了 说起来其实拍《骇客帝国》 那导演和那两兄弟 编导两兄弟 还真的是受到佛学的启发 据说他们就是佛教徒 才想到了这一幕 想到这个事 所以《骇客帝国》里面 那个吃了药 你进入那个世界 就是一个典型的 我们现在所见的 这个佛教所讲的空的世界 菩萨 他看到的世界 是那样的世界 一个觉悟了的有情众生 觉悟了人 他看到的世界就是这样的世界 然而他仍然能够看到 能够把你看成是一个人 他看到我 明明是一片漂浮的栗子 但是他还能够把我假想为 好吧 我是个固定的人 就是我所执着 或者我们平常眼中 所见的这个凡人 他看到我在诉苦 我说哎呀 好难受啊 我肚子 然后他就看到 其实呢 我这个肉身呢 总是不断在变 我不要把这个东西 看得那么紧张 他看到 有人骂我 哎呀 我好难过 他就会笑笑的看着我 他心里面明白 我太傻了 我只不过是一堆漂浮的例子 何必怕人骂 怕人说什么话呢 但是他知道我难受 他会安慰我 因为他有慈悲心 这种慈悲心 当然是佛教最喜欢讲的一个很关键的事情 但是这不是我们今天讲的重点 我们今天讲的重点是什么呢 我们今天讲的重点是 这第一句话里面 他的另一个部分 我们再重复一次 观自在菩萨 行生般若波罗蜜多时 照见五蕴皆空 赌一切苦恶 这里面有个关键词 我们在第二集的时候 讲新经的第二集的时候 已经跟大家介绍过了 叫做波罗蜜多 波罗蜜多 波罗蜜多是什么呢 我们之前跟大家解释过 巴罗蜜多 这个凡文指的是一种引渡 是一种方法 一种道路 一种去彼岸的方法 好比你前面有条河 我从这河的这一岸 做条小船 到河的另一岸 那叫做渡 所以佛教喜欢讲渡人 是这个意思 渡到彼岸是什么呢 那就是解脱了涅槃了 到了彼岸 我们的苦就解脱了 所以这个波罗蜜多呢 就是到彼岸 跟到彼岸的一种方法 这种到彼岸的方法 波罗蜜多呢 在佛教里面 我们一般讲 有六大类波罗蜜多 六大类到达彼岸的方法 这就是我们可能很多人 也都听过的 叫六波罗蜜多 六种到达彼岸的方法 哪六种呢 分别就是 不失 持戒 忍辱 精进 禅定 跟般若 这六个东西是什么意思呢 让我跟大家解释一下 比如说布施 布施是最容易明白的 就是做善事嘛 你花钱 帮助穷人 你捐钱给红石智慧 当然大家不太愿意 不过没关系 我们这姑且红石智慧也挺好 捐钱给他 你愿意路上看到人摔倒了 你不怕他告你 你去扶他 这时候你花点气力 花点时间 这都叫布施 你布施 这得金钱 能力 时间 跟精力 这叫布施 持戒是什么呢 就守戒嘛 佛教不是讲守戒吗 我们要知道佛教讲的戒律啊 像我之前跟大家提过的 佛典的三藏 经律论 这个律藏 绝大部分管的是出家人 他不是那么的去管一般人的 这是佛教跟别的很多宗教不太一样的地方 别的宗教 十戒 大家都得遵守 你信基督教就得十戒 对吧 但是佛教讲这个五戒呢 比如讲的戒是种什么样 他并不逼你接受 而是你自愿接受 你自愿接受一堆的戒条 你要成为出家人 你是自愿的嘛 那我就得守出家人的比丘 比丘你的种种戒法 那对于一般人呢 他没有特别要求 但不是说他不想你戒 他想你戒 但你得自愿 好 一般人 如果说我正式学佛了 我要学佛成为佛弟子 之后呢 大部分佛弟子都要自愿 就受戒 领受戒条 我以后要管住自己了 最基本的戒就是五戒 我们不管什么戒吧 反正这些戒都是什么呢 大意就是戒掉你做坏事 不要做坏事 对吧 那么不要做坏事 第一个是多点做善事 第二是不要做坏事 再来是什么呢 忍辱 忍辱是什么呢 就忍住别人对自己的羞辱 忍住世间对自己的不好 人家对自己的不好 这叫忍辱 一个人宽容大量 平常呢 接受 逆来顺受 这个人状态很好 性格很宽容 这也不错 对吧 那么再来是什么精进 精进的意思就是努力 好好一路上努力 要求佛 要求佛 要学做好人 一路往前走 这叫精进 最后还要什么呢 禅定 禅定这个东西呢 其实就是把人的心思集中在一点上达到很亲民的境界 这个东西呢 并不是佛教专有 我们儒家中国讲 传统儒家中国讲 静坐 你各位学瑜伽吧 印度的印度教或者瑜伽里面也有静坐啊 天主教基督教也有默思默像啊 都是类似的东西 就让人的心思特别的单纯干净 这叫做禅定 但是如果光是这样的话 佛教听起来跟很频繁嘛 你禅定大家都会 你要做善事 神人都叫人行善 对吧 你叫人不要做坏事 要守戒 这也人人都说 对坏事不能做 你要让大家努力做好人 努力向上 这精进 对啊 这神人都会 那有什么特别的呢 于是就要讲到什么叫做般若了 我们跟往常一样 重读一次 般若波罗密多心经 读完回来就跟大家讲讲 很关键的般若是什么东西 观智在菩萨 行身般若波罗密多时 照见无命皆空 度一切苦恶 舍利子 色不易空 空不易色 色即是空 空即是色 受想行使 亦复如是 舍利子 是诸法空向 不生 不灭 不够 不静 不真 不减 事故 空中 无色 无 受 想 行使 无 眼耳 鼻 舌 生 亦 无 色 生 相 畏 触 法 无 眼见 乃至 无意 事件 无 无名 亦无 无名 净 乃至 无老死 亦无 老死 净 无 虎 即 灭 道 无 智 亦无 得 亦无 所得 故 菩提 萨多 依波 惹 波罗 蜜多 故 心无 挂碍 无 挂碍 故 无 有 恐怖 远离 颠倒 梦想 就 尽 灭 谈 三 世 诸佛 依波 惹 波罗 蜜多 故 得 阿诺 多 罗 三 秒 三 菩提 故 知 波 惹 波罗 蜜多 是 大 神 咒 是 大 明咒 是无 上咒 是无 等等 咒 人 除 一切 苦 真 实 不 虚 故 说 波 惹 波罗 蜜多 咒 即 说 咒 曰 咖 咖 咖 巴 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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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刚才呢 我们已经跟大家介绍过了五种波罗蜜多 就五种 帮助我们解脱到达彼岸的方法 但是刚才也听到了这五种方法听起来都很频繁 平常我们很喜欢说句话就说哎呀任何宗教都是劝人向散 基督教 天主教 穆斯林 犹太教 印度教 佛教都劝人向散 那佛教也是要波罗蜜多里面 其心经里面讲的这这这波罗蜜多六大类波罗蜜多 第一个叫做布施 多作善事 这这这好像很平常嘛 没什么了不起 佛教特色在哪呢 佛教的特色就在于我之前花那么多时间跟大家讲的 是有一种见地 一种特殊的见解 这个见解 讲的就是什么 世界上面 所有东西都空的 级别上一集 我们讲五蕴皆空 我看到的这个对象 我对着这个摄像镜头 你对着这个小屏幕 屏幕里面出现的这个我 它是真 它不真实 它是空的 呃 你看到我的这个眼睛 它是空的 你的视觉能力 是会变的 你可能有一天你会眼睛不大型的 眼神不太好 你的这个 感受的能力 这个感受 我们讲的这种行 这种这种受孕 它也会变的 我今天很喜欢的东西 不表示我明天很喜欢 你很喜欢的东西 不表示我也很喜欢 比如榴莲这种水果 我觉得真是果王 好吃的很 但我很多朋友都觉得臭死了 那有什么好吃 可见榴莲好不好吃 这个东西是因人而异的 这个受孕是会变的 又或者我吃腻了 有天我觉得不好吃 我这个感受也会变 你想 你对一个东西的概念也会变的 你比如说 你原来你颜色 你对颜色的认知 可能你看到这窗帘 或者看到我背后这个窗上 这个框 你觉得是白色吧 就这么看 但是如果你精通色彩学 你研究就要求很高 你说这个白色 其实还分一百种 你看就是这不叫白 这叫啪啪啪啪什么白 那你这个事 这个响 这个响运又不一样 比我更精细了 它会变 那么同样的 我们五蕴里面每样东西 都是不断流动 不断变动 因此我们人间 所有一切也是这么 不断的变 不断的变 都是空 这叫空 有这种见解的话 这个见解 说起来 刚才我讲的好像很简单 但是大家仔细想 其实挺深奥 挺复杂 挺麻烦 的确背后牵涉 一大套复杂的东西 这种东西 有这种智慧 有这种想法 来看待这个世界 这种智慧 佛教称之为最高智慧 最高的智慧 是什么呢 记不记得之前 我们第一集就讲过 一千零一夜 新经的第一集讲过 就叫般若 这叫般若 最高的智慧 你要有这种最高的智慧 看待这个世界 你才是一个修行人 然后你才能够 逐渐的觉悟 觉悟到这个真理 而这个波折 放在波罗密多前 指的就是我们讲的波罗密多 六种解脱方法的最后一种 就是要有这种智慧 就能够帮我们达到彼岸 而这第六种波罗密多 跟前五种必须搭配起来 就是说我们如果没有这个智慧 我们前面五种呢 其实有时候坦白讲是白干的 所以经里面有常讲说什么呢 说五度为盲 度就是度过嘛 刚才我讲波罗密多 就包含那度过 引度度过去的意思 五度是盲的 是没有眼睛的 但是怎么样呢 他说波折为导 就要以波折为导航 我们这五个度过彼岸的方式 才是正确的 才是有方向的 那这个波折 怎么样引导 我们前面五个波罗密多呢 我举个简单的例子 就拿布施来讲 如果你今天你听完我说的话 你说好 我从今天开始 我要好好布施 我要多做善事 比如说像成光标那样的 到美国发钱给美国的穷人 或者把人从地震的 震灾的瓦砾里面 把他拉起来救起来 我这叫做善事了吧 如果你做善事 你只是行礼如意的做 觉得该做就做 只是你也不知道为什么而做 这是不够的 这还不叫佛教的布施 如果你是为了个人的虚名而做 那更不叫布施 你是为了人家赞赏 这还不叫布施 那什么叫布施呢 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让我印象很深的一个例子 很多年前我参加一个晚会活动 那个活动里面呢 我遇到李连杰 大家知道李连杰是很有名的一个佛教徒 也很愿意行散 他创办了一基金 很了不起 那天呢 我就跟他一起出席活动 像我这无名小竹 在后台呢 当然晾在一边没人理 但李连杰不一样 李连杰一到 哇 工作人员把他打围着他 拍照 然后签名 那后来我跟李连杰 我就问他说 哎呀 其实我觉得你挺累 像你这样上哪 你都被人包围 你到哪 你都是没有一点自己的时间 你会不会觉得好像很烦呢 去哪都要跟人拍照 都要怎么样 而且我看他总是笑容满面 对这情况一点都不显厌倦 我说你这样子会不会很烦很累 显得自己时间不够 精力也不好 他知道我是佛教徒 于是他跟我这么讲 他说 其实对 我的确会很累 我本来想休息 在后台 然后待会要上台 我想集中精神 准备一下 那人家这么来搞 我也的确会心神散乱 可是你想想看 他要跟我要个签名 要跟我拍张照 做一个很小的事 这是举手之劳 这个举手之劳 他这么喜欢 让他高兴 让他开心 让他开心 我做这么小的事情 牺牲我一点点的东西 让他开心 这难道不是一种布施吗 我当下觉得很佩服 对 这就叫布施 布施的争议是什么 你总是要把自己拿出去的 为什么这个跟般若有关系呢 般若那个智慧 引导我们发现 我是无我的 如果你愿意把你整个人掏出去 给别人的时候 你其实是不在乎自己 一个人能这么做 我们讲慈悲 这么做的时候 你没有自己 不在乎自己 这个时候你是为了别人 同时你把自己的我值也就降低了 这就是为什么佛教讲 要慈悲心 要行善 他一方面是要帮助别人 也快乐 帮助别人离开痛苦 但同时你全身全意 像佛经讲割肉胃因那种故事 你如此的行善的时候 也表示 你把自己很不当回事了 你的我值也就降到极低极低了 记不记得我说过 我值极低 一直压低 放弃我值 破灭我值之后 你没有贪嗔痴 你就解脱了 而在这个意义上面讲 不失就是达到这种状态的一个方法 所以在佛教讲到做好事是什么意思 是把你全部给出去 所以你就看得到 我就不是一个好的佛教徒佛弟子 如果我真的认为 我们做这个节目是为了大家好 是要不失我们的时间跟精力 来让大家接触一点好的东西 让大家快乐的话 我应该更努力的牺牲自己 今天雾霾这么严重 我就应该出去牺牲自己 继续的干我这个不失的工作 但我不舍我这个肉身 所以还是没办法 好 然后那个持戒 也就先不说 持戒呢 也可以讲得很复杂 我们直接讲忍辱 忍辱又是怎么回事呢 比如说我举个例子 我以前也在网上面呢 看到有人发给我 就说哎呀 梁文道 有人在说你一个什么坏话 然后捏造一些东西说你 那网上不是 你坦白讲像一个 你有点小名气的人物 那很多网上对你留言 各种流长匪团肯定很多 但有些东西呢 明明是不真实的话 虚构的 但是伤害力又很大 那大家听了就很介意 你怎么能这么说我 就很生气 我以前呢 对这种事也不是太介意 所以当时我那个朋友 给我看 啊算了 我不介意的理由是什么呢 因为我觉得那种话很愚蠢 信的人 大概也很愚蠢 我其实是那种精英主义心态 觉得我不屑跟你们计较 我朋友说 我要不要出来回应声明 我说 像他们说嘛 蝼蚁一般的人物 你们说去 关我屁事 我乐着很呢 但是这就不是好的态度 这种你表面看起来 你很能接受人家的侮辱 不 这还不叫忍辱 真正的忍辱是什么 要加上般若 般若是什么 加上要有空的见地 空的智慧 你应该看到 我这个人是空的 我那么执着在意的这名声 我以为我自己有智慧 高于别人 这都是空的 所以人家怎么说你 那没什么 没什么 这没什么了不起 所以有另外一个 我很喜欢的一部 佛教里面很有名的 一个著作 叫做 佛子行三十三诵 里面有一段 就讲说 如果有人侮辱我 我愿意在众人面前 感谢他 要出来向他顶礼膜拜 他帮了我 为什么 那人虽然是 明明有意的要伤害我 侮辱我 我为什么还要感谢他 因为 他毁灭了我的我知 这叫忍辱 而你抱着这样的见地 去修禅定 你修禅定 你坐禅的时候 你整个坐禅的方式 就看出来 你跟道教 跟 儒家讲静坐 跟瑜伽的坐禅 就不一样的 境界不一样 追求不一样 追求的道路都不一样 然后你努力精进的道路 也都不一样 就往这个方向进发 这叫做 六波罗蜜多 而你六波罗蜜多 修得这么好 修到那么深 能够用般若波罗蜜多 修到极深的时候 你就照见五蕴皆空 你就能度一切苦恶 而这种人 我们叫菩萨 菩萨 菩提萨多 萨多是友情众生 菩提是觉悟 他是一个觉悟的友情 或者说是以觉悟为目标的友情 而因为他要布施 所以他没有自己 他总是大慈大悲 要把所有人一起带去 我没有时间再跟大家好好讲这部经了 但是简单的说一下 这部经最后 大家听我念那段凡文的那个咒 传统上佛经的里面的所有的中文翻译 任何语言翻译里面这种咒 都是不翻的 就直接念那个声音 是因为有种讲法 认为这个咒是有神奇效力 这里面背后其实牵涉很多学术讨论 我很想跟大家介绍 也没时间了 简单的讲 就是这个咒是有意义的 这个咒的意思是什么 就是说去吧 去吧 这个嘎嘎嘎嘎就去吧 或者是已经去到的意思 去吧去吧 Para嘎嘎 一起去吧 Para Sang嘎嘎 大家一起到达彼岸吧 Bodhi Swaha 什么意思 Bodhi Swaha 就觉悟啊 有点像天主教徒基督徒最后 那个阿门一样 就圆满的结束了 意思就是 这是观自在菩萨 或者大臣佛教 想让我们一起到达的境界 众生我们一起努力往前去 去吧 一起渡河到彼岸吧 一起去解脱吧 一起到达最终的解脱吧 那就有无穷的喜乐了 做善事 这很好 不做坏事 这也很好 但更重要的 恐怕是要搞清楚 为什么要做善事 为什么又不能做坏事 如果没有正确的理由 那就只是忙谁忙从而已 甚至于询阅 我不能做坏事 这个时候 谁就会成功 还是这样 但是 也不觉得 什么 不得 中文字幕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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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